38岁广莫良子掀起美貌再现!靠六招养出超动灵童颜 今年39岁的日本女星广莫良子,在90年代风靡整个日本演艺圈,可以说是全日本的活迷老婆 更曾经是不少六七年级生心目中经典的一代女神,可爱的小狐牙,充满透明感的青春模样,都是她的招牌 如今,广莫良子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她但出演艺圈,将重心转往家庭,很少出现在荧光幕前 但前阵子的广告中,她穿上高中制服扮演高中女生,竟然完全无为何,且近期曝光的新广告画面中 也能看见广莫良子在微风和阳光下展现清新笑容,看起来和二十年前几乎零差异,一如以往的清秀模样 让不少人大叹,永远的女神果然动灵有数 其实,初到多年来,广莫良子不变的童颜一直是大家热议的话题,之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她曾提到 平常她对于饮食很注重,吃当计的新鲜蔬果,重视睡眠,都是维持滑嫩肌肤和动灵美貌的不二法门 来看看广莫良子曾分享过的保养秘诀吧 女神秘诀传授 广莫良子掀起美貌靠着六招保养 早餐必吃当季新鲜蔬果 早餐必吃当季新鲜蔬果 尤其是柳丁,苹果等维生素丰富的水果,为身体补充能量,由内而外养好美肤体质 并且购买时也会仔细看包装,尽量买有期无毒的农产品 午餐热爱温莎拉补充纤维质 午餐时,广莫良子会准备可以加热的温莎拉,摄取足量的蔬菜 有时候会添加一些蓝莓,菠菜,烙梨等蔬果,增加身体的抗氧化力,也是身体抗老能量的关键来源之一 广莫良子认为,在饮食及生活中摄取足够营养,肌肤也才会有自我修护的能力 睡饱身体好,把握睡眠黄金时间 除了饮食控制,良好的生活习惯更是不可或缺 广莫良子相当注重睡眠,没有工作时每天固定十点上床睡觉,也会尽可能睡满八小时 他觉得这样的睡眠模式不仅能维持一整天的好精神,也让自己的新陈代谢变更好 长期下来不但肤质,肤矿变好,也比较不容易疲累 运动流汗,热鱼家改善新陈代谢 广莫良子注重运动来排毒,排除体内废物,为了避免体内堆积的老废物质影响肌肤和身体状态,他会去上热鱼家课 热鱼家就是处于38-40度温热环境下的鱼家运动,可以促进流汗,提升血液流动 透过大量流汗,改善新陈代谢,伸展全身肌肉,促进全身血液循环,增强身体自愈排毒的效果 简约护肤术,勤按摩取代过多复杂保养品 为了抗老,只好使用多种机能性保养品 其实广莫良子习惯用最简约的方式调养皮肤,大部分的保养就是出门时擦防晒,洗脸后使用一点保湿产品 不过它在擦保养品时,会仔细按摩全脸,并延伸到颈部,促进血液循环 当脸部血液循环变好,有助消水肿,代谢老废物质,因此肌肤自然也会变得充满活力 今年39岁的日本女星广莫良子,在90年代风靡整个日本演艺圈,可以说是全日本的国民老婆 更曾经是不少六七年级生心目中经典的一代女神,可爱的小狐牙,充满透明感的清纯模样,都是她的招牌 如今,广莫良子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她但出演艺圈,将重心转往家庭,很少出现在荧光幕前 但前阵子的广告中,她穿上高中制服扮演高中女生,竟然完全无为何,且近期曝光的新广告画面中 也能看见广莫良子在微风和阳光下展现清新笑容,看起来和20年前几乎零差异,一如以往的清秀模样 让不少人大叹,永远的女神果然动灵有数 其实,初到多年来,广莫良子不变的童颜一直是大家热议的话题,之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她曾提到 平常她对于饮食很注重,吃当计的新鲜蔬果,重视睡眠,都是维持滑嫩肌肤和动灵美貌的不二法门 来看看广莫良子曾分享过的保养秘诀吧 女神秘诀传授 广莫良子掀起美貌靠着六招保养 早餐必吃当季新鲜蔬果 广莫良子早餐会吃当季的新鲜蔬果,尤其是柳丁、苹果等维生素丰富的水果 为身体补充能量,由内而外养好美肤体质 并且购买时也会仔细看包装,尽量买有期无毒的农产品 午餐热爱温莎拉补充纤维质 午餐时,广莫良子会准备可以加热的温莎拉 摄取足量的蔬菜,有时候会添加一些蓝莓、菠菜、酪梨等蔬果 增加身体的抗氧化力,也是身体抗老能量的关键来源之一 广莫良子认为,在饮食及生活中摄取足够营养 肌肤也才会有自我修护的能力 睡饱身体好,把握睡眠黄金时间 除了饮食控制,良好的生活习惯更是不可或缺 广莫良子相当注重睡眠 没有工作时每天固定十点上床睡觉,也会尽可能睡晚八小时 他觉得这样的睡眠模式不仅能维持一整天的好精神 也让自己的心沉代谢变更好 长期下来不但肤质,肤矿变好,也比较不容易疲累 运动流汗,热于加改善新沉代谢 广莫良子注重运动来排毒,排除体内废物 为了避免体内堆积的老废物质影响肌肤和身体状态 他会去上热于加课 热于加就是处于38-40度温热环境下的瑜伽运动 可以促进流汗,提升血液流动 透过大量流汗,改善新沉代谢,伸展全身肌肉,促进全身血液循环,增强身体自愈排毒的效果 简约护肤术,其按摩取代过多复杂保养品 为了抗老,只好使用多种机能性保养品 其实广莫良子习惯用最简约的方式调养皮肤 大部分的保养就是出门时擦防晒,洗脸后使用一点保湿产品 不过它在擦保养品时,会仔细按摩全脸,并延伸到颈部,促进血液循环 当脸部血液循环变好,有助消水肿,代谢老废物质,因此肌肤自然也会变得充满活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